啊 平凡 谢谢你今天陪我 干嘛跟我那么客气 你开心就好 你有事的话 你先去忙吧 我再转一转 我就回家了 没事 本来今天真有事 有个例会 结果我临时取消了 你想去哪儿说 我陪你 这儿离我家挺近的 要不去我家 喝个茶聊会天 等你想好了去哪儿 咱们再出发 怎么样 行 一 咱们再说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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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事吧 队员 你认识吗 认识 看着不像什么好人了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等我一会吧 好 你怎么还到我家来了 赵世霞 我怎么就不能来你家呀 打电话不接 发短信不回 我在这儿可是等了一天了 没想到让我逮着了吗 有什么事改天说 我有事吗 就知道裴美女 把我忘了 忘了我爹和浦江的事 没事 等我一会儿 我把车停了 没事吧 那男的看上去好凶啊 没事 安娜 这哥们遇上了点麻烦事 我把车会不会停 你等我一下 我马上解决 嗯 你干嘛你 不是 轻点啊 我跟你说 以后别当着别人面 说干爹和浦江的事 听见没 嗯 我说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是想跟你说呀 可你不接电话呀 我知道你忙 可你是不是得回我一下呀 而这进了大城市了 就只知道带着美女 满世界潇洒啊 是什么 唉哥 这姑娘挺漂亮的 女朋友啊 不是 有什么事赶紧说 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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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大眼一看啊 这姑娘来路就不一般 该出手是咱就出手 说实话 当手没 我说你还能不能有点正行 这女孩儿 这女孩儿的妈妈 是我们公司老板 海运集团的老总 海运集团 就是当年 负责林强先进这项目的开发商 我刚进他们公司上班 甘铁的事我一直在调查呢 像这么大的上市公司 想要找到证据没那么容易 你得给我点时间 行 算你还有点良心 我还一直以为你当医生呢 你猪脑子呀 我当医生还怎么调查咱们的事 是 我跟你说 人车上等着我 唉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这次来 就是专门了解事情的进展 你这还没说清楚呢 又想走啊 这进了大公司了 就只知道每天她没女儿 瞧不起我这个你腾的 你可记住了 当年你给我爹发过誓 我说你犯什么魂啊 我说的还不明白吗 我接出罗安娜进海运公司 就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 你怎么过来了 没事 我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我先走了 我送你了 不用了 我先走了 好 怎么回事 美女走了 你走了 对了 达叔让我给你带的信 我放到旅店房间了 回头上我那儿去家